今天福音書所講到的是非常重要的。 我今天所要講的, 就是福音書所講的, 我們今天所要講的就是上帝國的聖命。 其實,對人類的理解就是我, 我就是我自己的身體。 但是福音書, 在這裡寶珠告訴我們一個人類的理解。 所以寶珠告訴我們對人類的觀點。 那個身體不是只有我, 所以我不是只是一個人類, 例如,這是我的身體, 這是你的身體。 而不是你的身體生病。 而不是你的身體分離了。 因為現在, 你能夠離開到這裡, 然後是我的身體, 它會阻止你,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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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多人覺得, 神經病為害, 我愛你, 是一個非常聖節。 但是是讓人家敬畏, 或是懼怕的。 但是, 要明白, 最後, 在《啟示錄》中, 神說的同樣, 都是神的也不少, 神的家庭, 在《啟示錄》中, 在神的圓中, 並不是跟聖節去看, 因此, 你會不會看到神的國殿。 那事實上, 我們就沒有看到這個殿。 因為, 在《啟示錄》中, 他們說的前面是神的國殿, 然後他們會住在神的殿。 因此, 神也會住在祂裡面。 這讓我們理解到, 我們與神的身體是很美麗, 我們與神的深深, 以及我們與神的深深, 我們與神的深深, 我們與神的深深深, 我們身體, 我所說, 到聖經會更安全, 或 areas agkey, 摩訶, paid many times, 比哪些 教會更聖襟。 你們明白, 聖經會說, 它把聖經獨在你的圖, 但是我不會撒入聖經, 它的聖經會都在研究, 我會把整體投入你的嘴裡, 而不是把他丟在教會的地方或地上。 所以我們必須有新的定義, 對人類的定義是什麼。 它是一個交流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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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不可以來分離的。 它是神是在世界宇宙萬物來運行。 而是神是在世界宇宙萬物, 並非福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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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非福音書。 並非福音書, 並非福音書, 我們必須再記住, 神是給我們祂的身體, 並非祂的教導。 而不是單單為教導, 或是學習某種知識或哲學。 所以這, 所以這又是身體的定義。 今天福音書講到的是被魔鬼所附的一個人。 我們在台北車站有課程每個禮拜三、七點半到九點, 我們有教訓到魔鬼的課程, 我們也有講述到魔鬼的課程, 我們也有講述到魔鬼的課程。 請大家來參加這個課程, 請大家來參加這個課程。 請大家來參加這個課程。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位課程的課程之外,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耶穌到了這個課程的課程。 祂是一個秘密,單獨地活在那裡。 祂生活的地方,活動的範圍是在這個坑墓。 所以當耶穌來到這個課程的時候, 魔鬼立刻認出耶穌的課程, 那他馬上就反映出他變態、疾病的心態。 那他馬上就反映出他變態、疾病的心態。 這位課程的課程, 我與你何干呢? 所以,當他不斷地有社會的生活、 有任何的討論, 你為什麼問我問我問題? 你不知道,我沒有想要, 我沒有想要在我封閉的地, 在我的牆, 在我的封閉。 在我封閉。 因此,魔鬼在反社会的形态下生存。 所以,魔鬼在反社会的形态下生存。 从另一个观点, 他认识神。 我说这个,因为很多基督徒说, 为什么要来教会, 我会有圣经, 我会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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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祈祷。 他们必须知道, 他们有同样的想法, 你们跟魔鬼有同样的想法。 因为魔鬼完全认识神, 因为魔鬼完全认识神。 因为魔鬼完全认识神, 他认识神。 这是魔鬼的信仰? 从某个角度, 如果我们说, 他信神, 是的, 他信神。 但是, 他怎样信神, 他怎样认识神呢? 他认识神, 他认识神, 他对神的认知是一个权柄。 神不希望我们认识神的权柄。 神要认识神的权柄。 他要认识神的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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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圣经中, 我们只能认识神的权柄。 所以, 在圣经中, 我们只能认识神的权柄。 所以, 在圣经中, 他们说, 我们对圣经中, 我们真正认识神, 我们不只能认识神。 在圣经中, 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认识神, 或是联系神, 或是什么, 而不是说, 你自己单独地去读圣经, 你就可以认识神。 而且, 这也是很重要的, 一位神的权柄知道, 他会失落。 你也知道, 他会失去了。 你也知道, 但是他不想要回歹, 他不想要去愛。 他要折磨對方。 就好像他折磨他所附身於那個人, 他把他離開, 把他離開, 把他離開, 把他依靠、 把他離開, 把他離開。 但這個很奇怪, 他們有雞。 它有大約兩千頭的豬。 耶稣問他們:"你叫什麼名字?" 耶稣問他們:"這不是我們的方法, 跟鬼人聊天。 但是耶稣想要跟我們討論什麼。 耶稣借著這樣,來教導我們某些事。 耶稣說,有4000至5千軍人。 所以,有很多魔鬼在這裡。 所以,有很多魔鬼在他裡面。 如果一個人, 如果一個魔鬼, 要把我們的內心分離的支離破碎, 讓我們變成破碎。 例如,有一個瓶, 你放進去, 然後變成破碎。 或是不同的東西。 我喜歡這個, 但我不喜歡這個, 我比較壞, 我比較壞。 它就好像讓一個人如同一個玻璃砸碎。 你也不想要那樣, 但是它就讓你好像有精神分裂的感覺。 你可以看到這個, 在現代的畫像中, 例如, 如果你看到Picasso, 在現代的畫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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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代的畫像中。 在現代的畫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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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像一個原子, 那它就像一個原子, 不斷地分裂。 最後,我們知道這個原子蛋, 它最後會爆炸。 我們也有壞的個人性。 現在我們可以明白, 我們又是神聖堡的, 耶穌和耶穌, 是拿了我們的木策, 然後把他們合在一起。 我們的失敗, 我們的不好的認識, 我沒有什麼, 我沒有什麼, 我做什麼,我做什麼, 耶穌就能改變一件事。 耶穌不只修改了一架破壞的架, 但耶穌會令它更美麗、更新的。 耶穌不是單單地組合起來, 而是做到一個比原來更好的、更完美的。 記住,他不是在耶穌上, 有很多次在耶穌中斬了,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在耶穌中斬了。 很多的心理上疾病, 是正確是這個瘋狂的。 但耶穌中斬了耶穌中斬了, 他們說, 不要把我抄到永行裏。 我們看到, 魔鬼是沒有任何權柄的, 他可以來刺探魔人。 所以,他們請求耶穌的應許。 我們必須要非常小心, 因為魔鬼是沒有任何權柄的。 他會說一些真實, 你去賺負責, 他會說十個真實, 裡面的十個真實, 它會有一個謊言, 而這個謊言可以破壞我們。 他會說十個真實, 他會說十個真實, 但是只有一件謊言, 他會說十個真實, 他會說十個真實, 不是因為他會忽略, 而他想要殺豬, 所以那些人會和耶穌中斬了。 但從另一方面的觀點, 耶穌愛, 一直愛, 甚至是魔鬼。 那是魔鬼不愛耶穌, 那耶穌總是愛他。 那是魔鬼不愛耶穌, 那耶穌總是愛他。 所以, 他們要求耶穌, 他會給他們一頓。 那耶穌也幫助他。 你可能會說, 難道耶穌被魔鬼所欺騙了嗎? 耶穌總是永遠不會被欺騙, 但祂把魔鬼所欺騙的面具, 那耶穌總是永遠不會被欺騙。 為什麼? 你不說, 那些人不會有心理上的疾病, 那些人不會有心理上的疾病, 也不會有, 但是也不會有魔鬼。 因為如果沒有魔鬼, 怎麼解釋, 那兩千頭豬在那邊快樂地吃, 在那泥沼裡打滾, 他們有心理上的疾病, 我們可能會有心理上的疾病, 因為我感到疾病, 或什麼的。 但是, 怎麼解釋, 那些猪。 那是什麼原因呢? 那是因此, 突然會有心理上的疾病。 如果有一頭豬有心理上的疾病, 兩頭可以了解,三頭也可以了解。 可是兩千頭同時都發瘋的話, 那是很難你們的理解。 所以我們看到, 邪惡的能力, 這是一個很好的提示。 對於那些人在那裡, 因為對於那些人, 對於那些人來說, 並非在法律上, 並非在法律上, 因為他們有豬, 當然要吃豬, 為什麼他們有豬? 他們有豬, 對於那些人來賣。 所以你們知道, 耶穌比你、比我、比你、 比所有人, 當然是比魔人。 甚至比魔鬼還聰明。 祂揭開索陋, 並展示了真正的魔鬼面具, 從好幾世紀都流傳, 而且他也給了很好的教訓, 給這些人, 他們並非在法律上, 並非在法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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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非在法律上。 當然, 他們會說, 他們說實際上, 那是神經, 現在是神經, 神經被獲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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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全神的人都出來, 神經被獲得人。 以及乾瑪利亞人各個、 當我們要尋找inhos growth, ange一掌並非在法律上, 他們 cuff化変了, 在法律上, 要求耶穌留在祂的城外。 看見耶穌被鬼驅離, 反而把耶穌趕好, 他們看見耶穌, 他們把祂拋棄了。 沒有人敢罵耶穌, 他們失去自己的土地。 如果我殺了你的羊羊, 你從這裡住, 我殺了你的土地, 可能你殺了我, 你殺了我, 沒有人敢罵耶穌, 沒有人敢罵耶穌, 我殺了你的財產, 可能你殺了我, 也許會殺了我的財產。 但是,你居然沒有人這樣對待耶穌。 那麼,我們在這裡是 algo, 但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好的人。 現在,他在在獨自的, 他並不想跟任何人聊, 他坐在那邊平安地, 而且他並沒有想要離開耶穌。 耶穌告訴他, 不,走到你的城市, 說什麼神給你做了。 祂成為祖父, 反覆你者, 去教導這些人, 把耶穌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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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耶穌趕走。 最後一件事, 聖經也沒有告訴我們, 為什麼這個人, 被鬼來住。 但我們看到, 從未來而不是從未來。 所以我們不是來看過去發生什麼事情, 也不是一直去問過去,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而是我們要把眼光放在未來的我們。 所以我們從正向來看, 我們看到他這麼多年被魔鬼折磨, 那這一切都是有意義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親自見到耶穌,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看到他這麼多年被魔鬼折磨, 所以我們不要老是專注在我們痛苦的地方。 所以我們不要老是專注在我們痛苦的地方, 所以我們不要老是專注在我們痛苦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未來都有特定的意義。 神看到我們的不好的意向, 我們從這裡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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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但是耶穌看到我們有壞的情向、壞的意向。 顯卡是提供我們很重要, 類似最重要的地, 一遍是在我們生命的最後一刻,才找到了耶穌,那這些是最重要的。